美股反弹势头昙花一现,孙市持续第二日道指周一24日大跌于千点后,周二25日早段曾升于百点,但迅速转跌,而且跌幅持续扩大,全日收报27081点,跌879点或3.15%,两日累计下卸1911点或6.59%,标指收报3128点, 跌97点或3.03%,铒指收报8965点,跌255点或2.77%,港股外围亦大幅受压,按比例计算,港股ADR指数收报26347点,跌545点或2.07%, 腾讯控股ADR折合收报392.7港元,跌8.9港元,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至中国以外,拖累全球股市周一蒸发1.7万亿美元市值。 安联首席经济顾问埃利安建议投资者,不要轻易在新冠肺炎引发的跌市中撩底,强调今次情况可能与以往不同。 过去撩底成功不代表今次也一样,由冲击性事件如今次的新冠肺炎对企业盈利和经济增长的打击。 一般较周期性因素持久,这需要时间才能复原。因为经济突然停顿后很难重新开始。 投资界老手,财务顾问机构政治风险分析师指出,专业投资者目前紧定着世界卫生组织, 何时会宣布大规模流行者个关键字?他警告,现时市场的隐忧大多与供应链有关。 如果世卫觉得不得不使用大规模流行来界定这次疫情, 到时候对于供应链的担忧将立即浮面。 不过,投资大师唯因认为,周一甘市指示因应基本因素转变的显著调整, 并非红市的开始。他称股市会于某段时间内出现5%至10%的调整, 或许正是此刻,并相信疫情会受控。 据外电调查显示,受访分析员预测标指成份企业首季顺利, 由四周前估计按年增长2.6%,转为收缩0.1%, 但全年盈利预测仍维持增长约8%, 反映疫症的影响了集中于短期内。 当中,万事达卡警告新冠肺炎疫情将打击跨境消费, 甚至电子商贸也受影响,料导致贵度收入减少2-3个百分点。 最新预测商他上次分析员会议只有三周, 万事达卡股价全日急挫6.76%,收报302.89美元。 零售股业绩方面,家居装修用品零售商加得保上贵每股纯利2.28美元, 性预期的2.11美元,扭转之前数字的劣积, 并预测今年同店销售升3.5%至4%, 显示业务加速增长,加得保股价收错于1%。 梅西百货业绩逆性预期,但股价全日下跌5.44%。